而國健署近期針對胃癌 沿你提供50到74歲的族群 終身一次的幽門螺旋感菌 糞便抗原篩檢 有醫師樂觀齊誠表示 透過篩檢 預估每一萬人中 可減少60個胃癌病患 政策上路之後 未來胃癌有望排除在 十大癌症的排行之外 還有醫師表示 公費幽門螺旋感菌 篩檢加上除菌藥物給付 台灣都不全球 胃痛胃悶 現代人不少都有胃方面的疾病 胃癌更是連年 在十大癌症排行中上榜 為了降低胃癌比率 國健署研拟提供全國 50到74歲民眾 終身一次可進行 幽門螺旋感菌 糞便抗原篩檢 國健署正聯繫相關單位 預計下半年試辦 初步有十個縣市要參與試辦 另外只要篩檢後 確定是幽門螺旋感菌感染者 除菌藥物用藥 將納入健保給付 預估約有五萬人受賄 政策最快8月上路 幽門感菌上決定是很高的 90%的胃腺癌 跟幽門螺旋感菌 是很有密切的關係的 把這個幽門感菌的 找出來 然後讓這些人 接受治療的話 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 胃癌就不是 十大癌症裡面的 其中之一了 醫界對於政策樂觀其成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秘書長劉志明試算 目前台灣50到70歲 幽門螺旋感菌 感染率約40% 每一萬人篩檢 約有4000人陽性 若胃篩檢與治療 可能有120人會發展為胃癌 一旦新政策上路 篩檢的人接受除菌治療後 可降低一半離癌風險 預估每一萬人中 可減少60個胃癌病患 我在一些國際文件上 我還沒有看到 國際上有這樣子的國家 有這樣子做 所以這個台灣來講 是一個很先進的一個做法 但有一時認為 針對幽門螺旋感菌 無論篩檢或治療 都是一大筆花費 相關預算如何分配 將是政府的一大口業 就將上越林凡台北採訪報導